MOS FET 半导体产业 从1990年代开始发展期间 已超过20年 在政府有计划的辅导 推动 以及业界多年来的经营 产业结构可谓相当完整 产值亦屡创新高 但近年来 随着其他国家的竞争 导致台湾半导体产业出现警训 由孟翔吉董事长带领团队 创业至今5年以来 努力耕耘 不但荣获2016年金句奖的肯定 营收更是年年攀升 今天节目就带大家去看看 他们是如何在严峻的经济环境中 脱颖而出 打出一片蓝海 经营一个创新的公司 它会遇到问题有三个 第一个是人才的压力 就是你如何找到一个很好的人才 那第二个是资金压力 我相信这也是所有的创业 所有的伙伴 会面临到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那第三个就是时间压力 那我们在有限的资金里面必须要跟时间赛跑 那你如何能在有限的时间内 把你的公司run到一个可以 不 even 的地步 那你的公司才能够正常的survive下来 梦翔吉董事长已在半导体产业深耕20年 在刚创业时更充当业务 市场开发 产品工程多种角色 适时参与 相当辛苦地将公司经营起来 但努力并没有白费 五年来不但获得许多认证 更获得第十三届金具奖 如今已是半导体产业中的佼佼者 得到金具奖 我想他除了对我们这种肯定之外呢 那他最大意义应该是 他告诉我的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 我们博胜是站得起来的 那我们博胜一定会用最快的时间 最好的技术 然后来让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以及我们的朋友们 能够看到我们博胜的茁壮 另外我要特别感谢 带我入门的余科育副总 没有他带领我进入这一行 只有没有我现在的我 另外呢我要特别感谢 一直支持我们的聚金的董事长 蔡董事长 以及祖宪宪国祖宗经理 他帮助我们公司成长茁壮 所以这些都是我要特别感谢的人 近年来 大陆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 面对市场严苛的考验 梦想起董事长逆想操作 在不景气的时刻创业 以无比坚毅的意志 创新的思维 面对挑战越战越勇 我们的技术 技术能力 以及我们对时间上面的掌控度 那由于在这两方面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半导体业 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 我们一直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 Tuber的Design House而已 那我们一直希望发展我们自己的优势 利用我们很好的人脉关系 然后我们希望把博顺设计成为一个平台公司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运用我们所有的优势 来广纳我们的所有的供应链 这是我们未来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孟董市长认为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资产 所以秉持着幸福企业的经营理念 照顾员工的福利 让公司成为大家幸福的依靠 共同打拼 永续发展 我想在四年前 大概没有一个我的朋友 他会认为我这次的创业会成功 可是呢 我们用四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一点 那这一点也是我们用公司所有的员工 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时间 然后把这个事情一点一滴的堆积而成人 我们公司的使命呢 有两点 第一点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最好的产品 那第二个呢 那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利润 而且这个利润能够与所有的员工共享 那同时呢 我们让我们的所有员工 能够参与我们公司的经营 然后成为公司经营主干 让这家公司成为一个幸福企业 梦董他是我以前的客户 我们一起开发新的产品 其实我们 与其说客户的关系 反而比较像是朋友 在董事长身上学到一些 有关于经营一家公司 以及要创业的一些理念 还有一些执行的方法 董事长他是本着一个 正直跟诚信的方式来经营这个公司 那他对大家 我想大家同人家都很知道 他既然照顾大家 落实有序经营的理念 创造幸福企业的环境 也善尽社会企业责任 温暖送爱心 带领团队打下一片天 未来也希望提供更好的产品 给客户 创造更多的利润 与员工共享 以稳健的脚步 满向长长的高峰 共创三赢的未来 博胜半导体 恭祝全国观众 今年新大运 恭喜恭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